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知名的牛头牌沙茶匠生产公司好第一食品设行在海外成立纸上公司,跑漏税高达1亿1686万多元,减调执行搜索时,在总经理刘破秀家中起货5000万元犯罪所得,刘破秀竟称,家中放这么多钱,是为了去佛光山参拜时,方便捐献给佛家做公益。 检警透露,现金分为两部分,并直言流破秀比较没有戒心,藏钱的地方很容易就被发现,其中一部分藏在衣柜内的持桑,另一部分直接大喇喇摆在住家顶楼桌上,藏都没有藏。 对于检调单位如何搜出大笔现金,台南地检署态度相当保守,只称检察官没到现场,因此不晓得现金如何被搜出,检调搜索方式温和。 看到抽屉,衣柜都会打开检查,调查官是看到衣柜里有好几个纸箱,搬下来看才发现,纸箱内装有现金及相关金流单据。 不过,有检警透露,事实上,搜索人员打开衣柜时发现,大衣柜有一层摆了满满的牛头牌产品纸箱,纸箱标明是肉燥、炸酱等,并以胶带封箱。 一箱份量不轻,食品放在衣柜有为厂里,因此搜索人员一看就觉得有益,打开一看才发现,箱子里用彰化银行的广告纸,包裹一捆捆现金,一箱约有三四百万元。 搜索人员说,比起灵异式藏将现金藏水池的方式流破秀并没有费心藏钱,甚至直接将现金摆在住家顶楼的桌上。 对这些钱,刘破秀便称是为了方便捐献佛家做公益。 据转述,刘破秀公称他长期投入佛光山慈善事业,佛法中的大爱与慈悲影响他经营公司的理念,每次到佛光山参拜都会捐献所得给佛光山做公益。 屋内的现金就是为了方便捐献存放,不过调调不认同这样的说辞将五千万元现金视为犯罪所得。